我经常会想 我第一次演我的第一个电影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但他演他第一个电影的时候 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真的厉害 其实我觉得这个拍戏 有很多问题 学习车 记住一般的感觉是 真的往下爬着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怕的 是抽烟 因为也是视为中国空烟长导者 所以不能引导青少年去抽烟 所以在这个系列面 冲着几月水查烟 你要是你觉得有点强 查烟几月挺强 非常强 对啊 看着这个这么酷了 都是这次 他讲了个什么 就能让我们去做老男人的 这种角色也是我第一次尝试 演戏上面这些都说的对我是很大的努力 小北这个角色其实真的挺难的 他才进去 他会稍微有点吞强 你可以松一点 但是你在拍的过程里面 其实很清楚 他对剧本 他对文字很敏感 他其实很快就找到 怎么去表达这个人感是什么的 到比赛画了这个时候 就见到老少女的状态 一直在进步 一天比一天的表现都好 我们开拍那么多天以来 one tag 第一次一回头 第一次一回头 第一次唱手 我觉得他完全超乎了一个新女人的表现 千玺从来没有希望人再去求他 第一天他来到 他已经下进决心 让大家知道我是演员杨千玺 演戏特别真好 特别有爆发力 他也很不希望那个团在任何的女杂 好可爱 好痛吗 好痛吗 还行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不好意思 不有痛 不有痛啊 是吧 我已经有一点把他真实跟导匪混在一起 外表很冷酷 但是其实他的内心非常的温暖 非常有同情形 她是小孩的时候也受过很多困难 一个人刚出来 其实还没认识到她的好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人攻击过她 所以我觉得她是懂了孤独以后 她眼里面是有那种感觉 有思想的东西 第一天她跟陈彦躺在床上面 当然其实也没听到说 你讲这段话你很好 其他对寄言的人 眼里就留下来 我觉得她是一个受我苦的小孩 但她没有把那个苦价给别人 她能去理解其他人去感受 其他人她懂得别人的痛苦 我觉得这个是她最可贵的地方 起码是近年了 她是我见过最美好的一个少年